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8号访问华盛顿4月11号回国 由20家中国的H&M门市关闭CEO发声 维持川普政策 拜登政府认证香港不在高度自治 法国海军战斗群抵达印度洋参加军演 将穿越南海 好 新闻首先开始来带您关心 全球将近有1亿2860万人确诊中共病毒 大约有281万人死亡 而第三波的疫情袭击欧洲大陆 法国在周三宣布第三次进入全国封锁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正式宣布从周六起进入第三次全国封锁 中小学和幼儿园关闭三周 进入三月 法国单日病例急剧飙升 过去一周多次冲上4万 全国累计死亡人数逼近10万 重症监控室严重饱和 严峻的疫情迫使马克龙不得不放弃避免全国封锁的努力 在第三波疫情冲击下 比利时医院压力骤增 重症患者数量比上一周增加近四分之一 当局已勒令医院保留60%的重症监护室床位给中共肺炎患者 目前比利时医有超过2.2万人死于中共病毒 是全球人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不过 布鲁塞尔法院周三裁定 政府必须在30天内取消所有限制措施 否则必须每天支付5000欧元的罚款 直到抵达20万欧元的上限 瑞典过去几周的感染人数急剧上升 周三通报8441个新增病例和35个死亡病例 当局周三宣布将原定复活节后放宽防疫限制的计划 推迟到5月3日 但由于民众日常生活已经非常受限 因此不会采取更严厉措施来遏制激增的病例 英国从本周开始进入解封第二阶段后 允许最多6人在室外聚会 但上周六 英国博明汉警方通过无人机的热成像摄像机 发现约30人在高速公路桥下聚会 并通过直升机照射灯将人群驱散 其中22人因违反防疫管制非法集会被处以罚款 台湾防疫有成 台湾跟友邦帛琉的旅游泡泡首发团也在今天启动 卫福部长陈时中跟交通部长林佳龙都到机场来作证 另外呢 针对关岛观光局致函给台湾来谈合作 下一步的旅游泡泡是否可能是关岛呢 林佳龙表示了目前都在讨论 但是还没有送件 卫福部长陈时中和交通部长林佳龙被媒体团团包围 难以前进 疫情爆发后台湾首度开放旅行团成团出国 受到媒体关注 台湾与帛琉间的旅游泡泡首航出发 与来访台湾的帛琉总统会数人 搭乘同班机一起到帛琉 在疫情爆发之后 一年多来 对于台湾防疫能够走到这一步 进一步来做开放 双边的旅游泡泡 是交通部的一个 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接受恐惧 林佳龙表示 这次本国旅行社 包含伯六总统访问团在内 加起来有125位左右乘客 陈时中呼吁旅客 出国前等待PCR检测结果的时间 仍然要注意防疫 早上这段时间在等待PCR 的这个时间里面 第一个重点的精神就是 大家要尽量小规模的接触 尽量因为万一万一 有发生任何的一个阳性 那可能要进行相关的疫调 所以在这段接触的越少 那当然被匡列的可能性就越低 陈时中说现场都有防疫医师助手 万一有人确诊 可以马上展开疫调 而确诊者会立刻从后面通道送医 陈时中说到帛琉当地 也必须遵守防疫规定 不要将危险带给当地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惠谋 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 好 继续来看到 在周三 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 未来经济计划 将在八年内 赤资2.3兆美元 来投资国内的基础建设 而裁员要从何而来 拜登可能会从 提高企业税来下手 拜登将他的两部经济计划 分为工作计划和家庭计划 家庭计划将在几周后出台 而周三提出的2兆美元 工作计划包括 投资6,210亿美元 用于修复重建桥梁和公路 增加电动车充电站 及其他交通基础设施 投资1,000亿美元 扩大全美的高速宽带网 投资1,000亿美元 升级和建设新学校 投资1,000亿美元 扩大和升级电网 同时鼓励企业 转向清洁能源等等 此外 拜登政府 还将投入巨资 用于高科技研发 与中共在前沿科技领域 进行竞争 不过拜登同时承认 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 将会为国家造成巨额债务 因此会大幅增税 会将企业税率 重新提高至28% 增加跨国公司的 全球最低税率 并对账面利润 设置15%的最低税率 但拜登再次承诺 不会对年薪不足 40万的人加税 新台湾记者 乔安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将宣布新的经济刺激方案 总支出可能达到 3兆美元 几乎等于是 台湾40年的政府总预算 且美国总统川普 也在今天发出了声明 指出拜登实施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 加税行动 这是对中共 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 巨大赠予 这将会为这些 强烈的竞争国家 带来数千家工厂 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还有数兆美元 川普说 依照拜登的计划 如果在美国创造工作 并且雇用美国工人 将会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款 但是如果关闭 俄海俄州 还有密西根州的工厂 解雇美国工人 并且将所有生产 转移到北京跟上海 反而会支付较少 川普说 这是和美国 优先的原则对立 这是把美国放在最后面 接下来看到3月31号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发布了2021年 国家贸易评估报告 这份报告肯定了 川普政府与中方 签订的美中贸易 第一阶段协议 报告提到 这项协议要求中方 结构性改革 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 并且强调 重要的是 第一阶段协议 建立了强大的 争端解决机制 可以确保迅速 有效的实施和执行 金元代工台积电总裁 为折家在近日 给客户的信中透露 台积电将计划 于未来三年内 大幅投资1000亿美元 约2.85兆台币 扩充产能 来支持客户需求 信中透露 台积电必须延后 金元的折家计划 从12月31日起 延后四个季度 也就是直到2022年底 美国科技公司 微软3月31日宣布 公司赢得一份为美国陆军 生产12万套 Halloween擴增实镜 头戴装置的供货合约 预计这份合约 在十年内 价值将上看 218.8亿美元 约薪台币6303亿元 华尔街日报报导 拜登周三提出的 两兆多美元 扩大基础建设方案中 包括500亿美元的经费 要专门用来扶植美国的半导体业 欧洲的新一轮封锁措施 加上OPEC下调 原油需求增长预估 国际油价周三下跌 黄金价格周三则上涨超过1% 新唐人给他电视整理报道 清明廉价前 台股市场盘中是再创新高 也代表景气热络行情 中金院1号公布了 最新的采购经理人数据 包含制造业非制造业 都是呈现扩张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原物料指数罕见的 占上了90水位 学者建议政府得留意 近期大宗原物料价格的 走高现象 紧急指标的台湾 采购经理人指数出炉 三月份制造业PMI 连续五个月在60以上的扩张速度 不过指数连续两个月 趋缓下跌0.5至62.7 而非制造业MMI则是55.2 是扩编以来最快扩张速度 电子这个激光级产业 交通工具产业 还有这个机械设备产业 都以80%以上的这个速度在扩张 我想这个除了基本面 股市会创高 会创新高 我想资金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资金动能 非常的充沛 那加上有一定的 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4月1号台积电 在美国科技古代动下 开盘逼近600元 台股盘中一度来到 16602点 大涨171点 再创历史新高水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有产业大佬忧心 股市房市有泡沫一律 总经院数据显示 制造业的原物料价格指数 竟然冲上91.6 连续10个月上升 大宗原物料价格走高 成为一大警讯 原物料指数 真的是已经是我们创编 2012年7月创编以来 第一次 应该是这个达到90% 那像这个 原物料 还有油价 甚至于 银建建材 这些 大众物资 这个大幅上涨的一个现象 我们政府 应该也要重视 要提前来应应 学者表示数据来看还没有构成通膨 不过近期电房厂商 产业界也反映有重复下单现象 浅仓攻击大于需求的问题 业界也要慎重看待 既代警师王冠林 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澳洲联手 美国自制飞弹 来对抗中共的印太威胁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来自花莲玉里 东风有机米 纯净无污染的有机稻田 水旱轮座养地利 循环农业友善大地 当季收割 新鲜献年 用心做好每一粒米 大自然开心 您吃得更安心 赋予大地无限的爱 东风有机米 Napro one Surpassing limits is our daily routine Pursuing transcendence by persevering through adversity Always prepared turning difficulty into victory Always giving a solid performance no matter the stage maintaining quality consistency no matter the conditions Pro One precision gives you invisible protection pro one 用新科技将台湾特有的天然物分享给全世界 是耗风存在的价值 耗风生技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以全球最先进的蛋白质体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疾病检测与新药开发 牛樟之分析认证更使台湾越上国际 Go Green, Go Clean, Care for Life 耗风生技 好继续来看到拜登上任之后 实行的政策大多跟前总统川普大多是相左的 包含了停建边境墙 终止美加输油管建设以及加税等等 川普在近日的采访当中批评拜登的政策 是比支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人桑德斯更加激进 同时川普也透露不排除会再次来参选2024年美国总统 美国前总统川普30号在儿媳妇赖拉的podcast节目上透露 近期内可能会举行大型集会 也不排除2024年再度参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 针对拜登上任以来的表现 川普批评拜登的政策是在毁掉美国的能源 而美国第二修正案保障公民享有正当防卫 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将是拜登会毁掉的下一个目标 不过31号赖拉在社群平台上表示 占卜这段18分钟的受访影片已经遭到脸书移除 莱拉批评美国又朝乔治欧威尔的1984更进一步 新台电视张瑞珍真理报道 好的美国驻伯流大使陪同伯流总统访台 前外教官刘士杰在脸书指出 这除了剑指中共之外呢 也是为了保护台湾的盟邦 而今天在国防委员会上 立委温玉霞也追问国安局长陈明通 美国驻伯流大使访台背后的真正目的 而陈明通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委婉地表示台湾现在是人间四月天 美国驻伯流大使跟伯流总统做回来 又多工一家飞机来 这不在外交什么 你怎么不觉得 因为表情我们很好 就来观光真好 这个大使在工作工作上 现在人间四月天想在比例的地方 好的美国驻伯流大使访台目的 陈明通没有正面回答 但是呢前外交官刘士杰在脸书也指出 此时此刻美国有两个大使在台湾 一个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 另一个是美国驻伯流大使尼约翰 尼约翰来到台湾就是为了保护台湾的盟邦伯流 这是美国国务院对于台北法案精神的具体展现 并且告诉中共 帛琉是美国的地盘 不要轻举妄动 身为五眼联盟议员的澳洲 总理莫里森在31号宣布将会跟美国来合作生产飞弹 不仅呢将会增强自身的防御能力 也将会提供盟国所需 有澳洲学者指出 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是步步进逼 是推动这个计划的原因之一 若是未来中共武力犯台 澳洲已有能力来因应冲突 澳洲时间31号 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投入10亿欧元 也就是大约217亿台币 展开国防产业10年投资计划 其中包括与美国合作生产飞弹 除了增强澳洲本国军力外 也将提供盟国所需 美国的澳洲是有部队的 所以如果今天出现什么样的军事冲突的话 中国大陆他绝对会攻击那边的美军 所以其实他这一次如果去提升 他的一个飞弹防御系统 或者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就是那个导弹防御的一些相关设备的话 那绝对会是绝对会是在协助美军 或者是在保护美军上面 是有他的一个贡献的 澳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及纽西兰 都是物业联盟成员 澳洲学者认为这个计划 有助于填补战略缺口 并指出如果当中共决定武力犯台 澳洲即使需要大量导弹时 就不能依靠进口 因此现在必须加强军备盈盈 我相信说未来像这种类似的部署 会越来越多 因为中共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 在军事上的挑衅 因为有会减缓的趋强 所以这个是属于美国反制中共军事威胁的 一个反制部署的其中一款 学者又表示 未来台湾可以观察拜登政府 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 看看台湾是否有机会参与 因此台湾必须更了解 美国下一步怎么走 以因应未来的防卫计划 以及国家安全战略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云卢台湾台北报道 近来香港艺术发展局 被中共喉舌媒体大公报文汇报 点名批评资助所谓的 反政府题材的异文作品 是违反国安法 对此香港著名传记作家 易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 就指出强设框架的文化政策 会限缩创作自由 最好是政府不干预 让香港继续实行 没有文化政策的文化政策 近日香港文艺界面临施压 先是建制派议员 指一C9M Plus博物馆藏品中 有艾未未终止指向天安门的照片 涉嫌触犯国安法 又联合中共在港猴神媒体 点名批评艺术发展局 资助艺文团体 制作李大围城等 所谓反政府题材电影 香港著名传记作家 易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认为 这些批评是有意将小事扩大化 在香港推行文革市举暴风 类似反右运动 是不是黑豹这个东西 我就不是随便随一个人说了算 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扣别人的帽子 就是就会把一些本来一些小的事情 或者这一个变成扩大化 一些人就为了表现他个人要上位 要表现自己终于国家 极其分子 就随便扣别人的帽子 韩山碧表示 易发局是1995年港营政府定下的 主要任务是推动和支持 香港艺术文学事业的发展 易发局包含所有艺术界别 但对于艺术家们 他没有管理权 也没有领导权 机构没有权力审查申请者 要做的任何事情 简单来说 香港的文化政策 就是没有文化政策 所谓没有文化政策就是说 你可以自由发挥 你可以充分的表达 就是它不设定任何一个 一些限制 这就是跟从内地 从内地来的干部 就最大的不同了 内地的干部 他们总是有一种想法 应该有个政策 文化应该有个文化政策 他对国安靶下的 香港文创氛围感到担忧 因为凡是搞创作的人 都是爱好自由 不希望受到任何拘束的 如果政府要搞一个框架 等于要他们在鸟笼里面创作 是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的 金桃尔记者梁珍彰 香港报导 中共煽动网民抵制洋货 演出一场场荒唐闹剧 被证为中共战狼十足的中国男星吴金 因为使用iPhone手机 被一众爱国网民指骂汉奸 吴金粉丝则发起反击 接到大批讨伐吴金的爱国网民 其实也使用iPhone 被中共官方封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省华西村 曾获中共三代党魁关照 今年来却一直有破产负债的消息 今日更传出负债爆雷的 英媒报道 一场共产主义实验因此破灭 江苏国系已入驻华西村救场 以免华西村破产打社会主义的脸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生前多次警告不要接触外星人 中共在贵州建造中国天眼 设定望远近时 霍金也曾警告该计划太冒险 但中共无视警告 宣布自3月31日起 向全球开放天眼 马尔他著名调查记者 加利西亚2017年遭汽车炸弹炸死 当时他正在调查一个 他认为向马尔他政客行贿的公司网络 路透社近日报道 有调查线索显示 加利西亚对马尔他高层腐败指控的广泛调查 后来延伸到了中国 与中共一带一路项目有关 涉及一家中国国家电力公司 在欧洲的4亿美元投资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在中共的压迫之下 BBC访问新疆的记者是被迫举家签台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象工业 台湾专业橡胶传动袋制造 累积40多年制造经验及研发团队 生产各类皮带专业配方 台湾制造品质第一 提供客制化服务 定期检验专业认证 神秀客户肯定及信奈 大象工业行销全球 开创传动皮带新纪元 立委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无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计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委奈米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城镜科技 来自木都的木器工艺家 承传鲁般精神的绳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实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生活艺术品 实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木箱 明茶箱 以在地才 传匠师音 品台湾味 目接茶道 TNU 好继续带您关心BBC 驻中国记者沙磊 因为报导中共在新疆的暴行 而遭到威胁 离开中国 来到台湾 注点 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 证实已经抵达台湾居家隔离 BBC Jones Southward先生 跟他的家人 已经抵达台湾 目前正在居家隔离当中 我们相信 他会感受很不一样 BBC以外 其实还包括了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 等很多的主要的重要的国际的媒体 这也证实了 我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 这是一个很安全 很自在 很透明的一个环境 欧章安表示 台湾高度维护重视新闻自由 采访自由 还有人权等普世价值 欢迎各国媒体记者来台 目前有72家国际媒体 126位人员派驻在台湾 从2020年至今 新增了21家 其中包括了39位记者 有多家是从中国大陆跟香港 改派驻点台湾 好 继续要带您看到 国人期待已久的 帛琉旅游 可以顺利出发了 今天呢 台帛旅游泡泡首发出团 相关部会跟机关 都为了防疫严正以待 而旅客们除了表达期待 也在中午大约12点 等到了核酸检验 结果是全英的好消息 帛琉啊 然后就一直很喜欢 帛琉的那个自然生态环境 那因为刚好这个我想说 帛琉本来就是以观光立国嘛 那他这个一年多来 他没有观光客的这些污染的话 我想那个自然生态环境一定更原始更丰富啊 所以想就想看 赶快利用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透过这次的首发团呢 去认识台湾的邦交国 然后去了解帛琉的生活方式 甚至是学习他们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这些措施 这些都很值得也是一样 岛国的台湾呢 可以作为参考 总共大概100个人都是在等这份报告 那终于几个小时过后这份报告出来 那这边就是有很确定的 negative的一个字出来 他们就觉得说啊 终于是阴性可以出国了这样子 早上就让时 好那么稍早在12点左右 微服部长陈时中也亲自宣布 总共123人的核酸检验结果都是阴性 首发团的班机 预计下午2点30分 可以顺利起飞 好这期需要带您看到 调查局航机站在前年遗失扣查毒品 检调侦办意外查出了调查官疑似呢 跟贩毒集团勾结获取不法利益 目前积压航机站的前机动组长 徐素良夫妇 法务部长和调查局长今天针对遗失毒品 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 说明后续的强化管理 有没有其他人在别的处战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是另外一个通案的情况 法务部还会继续调查吗 还是就这个6点勾公斤的毒品这样处理而已 调查的对象是什么 有底线有上线吗 第一个时间跟委员报告 就调查局就做全面性的一个清查 包括他已经保管中的毒品库里面的毒品 他这个个案 还是所有全台湾的所有的处战 所有在办理毒品案件 放在毒品库保管中的所有的个案 他做一个清点 调查局长吕文中 对此案是再次向社会致歉 指出调查局已经全面检讨 不论是在毒品的保管运送或销毁 所有的管控程序都要加强 调查局也会配合检察官的侦查 好 继续要带您看到4月1号天气预报 为真相护航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收看 我是邦祺源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